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越南首都河内 那河内是一座非常有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 那最早在秦代的时候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 那南平百岳北极匈奴 那修筑迟道 书同文车同轨 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 在南方 有派大将军任气 率领五十万大军 那到南方来 那驻守在广东广西和越南 那现在的脚趾俊一带 那河内最早的名字呢 就是脚趾 那河内呢 什么时候改成河内的 那河内名字是怎么来的 河内呢 是建成史业 一千零一十年了 那就可以说 从现在往前推 一千年 那在宋代的时候 宋代的时候呢 可以说也是越南的 真正从华夏独立出来的时间 那在宋代的时候呢 越南才真正建国 改脚趾俱为河内 为什么叫河内呢 朋友们 那因为从中国云南的 流出来一条河流 红河 那红河呢 穿河内城而过 在河内城这里形成一道弯 形成一道弯 那刚好这个城市 大部分 在这个湾内 所以呢 我们叫河内 河内作为越南的首都 那有一千零一十年的建成史 面积非常大 那现在 经过几轮的扩张 因为原来的 河东省 河西省 那包括一部分 和平省的一部分 全部都并入 河内了 现在河内有 三十个县 郡和区 所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 首都 那河内的主要交通方式呢 是摩托车 因为河内街道拥挤 那它是 可以说 房屋是私人的 所以公共建设呢 会比较困难 那大家为了方便快捷 都骑摩托车 那在河内 每个人都喜欢喝咖啡 那咖啡也是 可以说越南的 非常独特的一道 特色文化 好了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